日前一组四川游客在泰国清迈旅游时翻车 导致25人受伤 事故后33人已经返回家乡 让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泰国北部清迈府1月29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造成25名中国游客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被送进医院重镇监护室 其他伤员伤势较轻 有待进一步观察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9号上午约11点半 两辆载有46名中国游客的巴士 行驶在清迈府公路主干道上 其中的第二辆巴士与另一侧驶来的面包车发生碰撞 再有中国游客的巴士发生侧翻 中国驻清迈总领馆接到消息后 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派员赴医院探望伤员 这些中国游客全部来自四川 原计划29号晚上乘飞机返回四川 除留下6名游客照顾伤员外 有33名游客已按原计划于29号晚返回成都